今天要来介绍以圣彼得宝鞭编制的项链 那这个是以基本型的圣彼得宝鞭做两侧的编制 然后再共穿一颗珍珠 然后再衔接螺旋边 然后再回到圣彼得宝鞭编制的一个项链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介绍 首先取图宝鞭线400公分 先加一颗十二银作为挡珠十六 由下往上围穿这一颗十六 那这个线的尾端我们要留150公分 我们可以先以这个卷线去把它收起来 好才不会影响你的编制 好那我们要开始来编圣彼得宝鞭的基本型 首先先加两颗的十二铃 再一颗八铃 再两颗十二铃 再一颗八铃 最后再一颗十二铃 好那我们现在把所有的珠子都放到长珠子上图 接下来我们要由下往上回穿 第二三四颗 这样就会变成形成是左右对称的 左右各三颗珠子 但是有一颗这个还有一颗在这里 是我们要等一下要做那个回穿的时候使用的挡珠 加一颗上面紧的 加一颗上装饰珠 然后再由上往下回穿四颗 左侧的四颗 刚才第一颗没有加进去的珠子也要穿进去 接下来再加一颗下装饰珠 在下面的这颗装饰珠 这个珠子也是要作为回转使用 那因为这个地方 我们的左侧会比右侧多一颗十二铃 所以在右侧我们要补一颗十二铃 才能够再往前 回穿 这样子的话才会 在底部来讲就是会等长 一样的长度 那接下来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是一样的 这样就完成了一段 那接下来每一段都是加一颗十二铃 一颗十二铃 一颗八铃 十二铃 那这个就等于是这样子 就是这个圣笔的宝边的 它是左右对称的 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是一侧 那接下来要一样十二铃 八铃 十二铃 等于是两组 左边一组 右边一组都是八铃 十二铃 八铃 十二铃 三颗珠 把这个珠子推到我们的这个枝片的跟前一段要密合 把前面三颗珠子推进来 其他的那三颗后面的那三颗 先可以不用管它 再由下往上前进第一二三颗 那像这个线有外露出来这样不行 一定要把它拉紧 肢子推进来 推进来握紧之后 再把珍抽出来 这样子它才会密合 那我们现在就要利用这个 再加一颗上侧的装饰珠 回穿左侧的四颗 那有三颗是这一段加的三颗 那这个有一颗 最底下的这一颗是前一段的 这样它才断与断之间才会结合起来 才会密合 那再加一颗 那再加一颗 现在这一段的下装饰珠 再由下往上前进右侧的三颗 小大小 在整个肢带来讲的时候 每一段都是 都是 嗯 加 小 大 小 这是左侧的 这是右侧的 也是一样 小 大 小 小 等于是两组 两组的 这个小 大小 小大小 那把这些珠子 推到我们的肢带 握住前三颗就好 把它拉紧 这个线 这个线我们把它绕到这个食指后面 用中指把它压住 这样子的话它就不会跑掉 那 那 由下往上 回穿 第一二三颗珠子 那它这个时候有时候会跑掉 没关系 我们在这里要把这个珠子 再把它推回来 再把它抽出来 这是第三段的 这样子六颗是 本体 那我们现在要加上面的装饰珠 加一颗装饰珠之后 由上往下 前进四颗 回穿四颗 那这个四颗有三颗 是这一段的 有一颗是前面一段的 再加一颗 下装饰珠 再 回穿 右侧的 三颗珠子 好 这样子就再完成一段 那我们总共 要编 八组 八段 算这个几段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上装饰珠 这里一颗 两颗三颗 所以目前已经完成了三段 好 那我们总共要编八段 那我们已经编完了 八组的八段的这个 圣笔的宝编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那再加最后的这一颗 下装饰珠的时候 你要记住这一颗 就是 等一下我们会回穿的位置点 所以这一颗 现在加的这一颗珠子 就是 A 那 这一颗 就是A 好 那现在我们要加一颗 八米的珍珠 一样在编 圣笔的宝编 那这里我们就 直接就是边左右各一组 所以是小大小 再接着另外一侧的小大小 所以总共就是两组 小大小 那一样把它推到这个织带 就是在珍珠的正上方 要拉紧 再由下往上回穿 前面的三颗 那这个如果有一个距离的话 就记得要把它推回来 那我们现在要来加上面的装饰珠 一样加一颗12颗 由上往下回穿 那本来我们都是回穿四颗 那这里也是一样回穿四颗 那要回到这个 刚才我们家的珍珠前面的最后那一颗 下装饰珠 所以我们这一次要回穿的 就不止这四颗而已 这里有上面三颗嘛 那还有珍珠就四颗 可是这里没有办法回转 如果在这里回转的话 珍珠的外侧会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线 所以我们要继续往下回穿 那就要回穿到那个 一样到A的地方 因为我们在珍珠的前面回转的时候 是在加完日本小猪再做回转 所以一样要到这里 等于是多前进四颗 再隔着这一颗A回穿到前进三颗 还有珍珠 那这里要注意就是回穿到另外一侧 没有加上装饰珠的那一边 因为这个上装饰珠我们已经加了 那本来我们就是要在这里回转 再加下中式珠 那这里就不要 我们就直接前进到右侧来 三颗 那接下来就是同样的边法 每一次都是加六颗珠子 小大小 再小大小 两组 好 那一样把它推到肢带 再来回穿前面的三颗 第一二三颗 加上侧的装饰珠 一颗12 再由上往下回穿四颗珠子 三颗是这一段的 有一颗是前面一段的 再加上侧的装饰珠 再加一颗下面的装饰珠 下面的装饰珠 再远穿面右侧的 然后把支发拉紧 那这一次我们总共要来编十二组 十二段 那这里已经完成了两段 那还要继续再编10段 前面这里是只有8段 那这边我们要编12段